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厅是那个中国陶瓷博物馆的那个清代厅 也是景德镇的高光时刻 就是我们说的主要是长出的是清三代的光摇 就是我们天然才有的很多瓷鞋 都是以这里的一些器物做一个云形来对它进行一个纺烧 这套就是大名鼎鼎的康熙十二花神碑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胎体真的是包炉子 一套要触起十二子却是非常的难得 俗话说明抗成化,清抗雍正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雍正皇帝的这个审美高度 雍正他自己也非常喜欢瓷器 所以很多瓷器他自己参与设计 秦隆时期的瓷器 因为是唐鹰在景德镇做都陶光 在唐鹰做都陶光的期间 景德镇的瓷器也烧到了栗子的一个新高度 嗯 ��色的扭退 尤其是华个墨啊 味道 文底 简早